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1年4月21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那今天想讲一讲申请加拿大签证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申请人的条件 也是签证官在审核申请人的这份申请的时候 他比较着重格查的要素 就是签证申请人的出境记录 一般来说他会核查你过去10年的出境记录 那相对而言 更重要的是你在过去5年内的出境记录 其实这个东西在签证官眼中 也是有一个鄙视链的 哪些出境记录是他最看重的 哪些出境记录他一旦看到 就很有可能给你直接批签通过 那有一些可能在他眼中并不是太重要 有些在护照上显示的内容 会让他做出拒签的决定 罗宾大叔今天就来给大家说一下 在加拿大签证官眼中的鄙视链 这部分是关于出境记录的 首先在签试链最顶端的 他最看重的就是你如果以前去过加拿大的 那在他眼中你就属于香伯伯 他可能毫不犹豫的就给你通过了 已经去过加拿大 并且又在合法停留期之内又回到中国的 那这部分申请人已经在加拿大签证官眼中 证明了自己的信用程度了 证明了自己不会黑在加拿大的 就比如说你在去年或者前年曾经去过加拿大 去那边旅游或者去那边探亲 或者去那边商务考察 去那边待了几周几个月的时间就回来了 这个情况下按照常理推测 签证官觉得你既然去过加拿大 然后又回来了 那你这次申请签证 黑在加拿大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了 这个是他最看重的一点 还有一种就是你虽然没有去过加拿大 但是以前曾经拥有过加拿大的签证 无论是学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 或者其他类型的签证 只要你有过 即使你没有去 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去成加拿大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 也是处于鄙视链顶端的这么一个要素 那说明在以前的签证官 他已经帮这位签证官拿过主意了 帮他预审核过了 这几位申请人 他们的条件是符合去加拿大的资格的 那如果懒一点的签证官 他就直接无脑给你过了 第三种情况就是以前曾经去过美国 加拿大和美国是属于非常紧密的战略友好关系 甚至可以说加拿大就是属于美国的一个小弟 他们之间是属于地理非常相近 比邻而居 文化也非常接近 在很多情况下都把他们称为北美地区 虽然墨西哥也属于北美 但是常规意义上的北美就是美国和加拿大 他们的文化也非常接近 边境线非常的绵长 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 他们的签证记录 他们的移民记录 他们的申请庇护的记录都是共享的 而且这个共享是非常频繁且紧密的 如果你以前去过美国 然后又回来了 没有逾期滞留 在加拿大签证官眼中的你的资质 你的信用是属于非常好的 很有可能直接给你通过签证 那还有一种呢 你曾经拥有过美国签证 那这样的话呢 即使你没有去过美国 你只是有美国签证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credit 好那说完了一二三四呢 再接下去往下讲 如果你曾经去过澳新 澳大利亚新西兰或者其他的欧洲发达国家的话呢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出境记录 很好的信用记录 那如果这些地方都没有去过 你如果去过比较远的非发达国家 比如说像去过非洲国家 去过南美国家 加勒比海国家 太平洋岛国这些国家 你如果去过呢 对加拿大签证官来说 他也觉得哦 既然你都能去这么远的地方了 你有这个财力去过这些遥远的地方 虽然他们是非发达国家 可能拿签证也比较容易 但是你能够去 本身就证明了你是有一定的资质 有一定的能力 有一定的财力的 那他也很有可能给你签证 那接下来再往下呢 就是你如果去过东南亚 或者日韩的国家 你如果出境过的 你如果出去旅游过的 比如说去新马太 比如说去日韩 甚至你坐过邮轮 去日本韩国去玩过一圈的 那这个呢 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好的出境记录 那或者呢 我从来没有出过境 但是我有任意一些国家的签证 那也说明呢 你对于出境 也是有一定兴趣的 比如说我有越南签证 我有印度签证 我有老挝签证 我有柬埔寨签证 都可以的 只要你有这些国家的签证 都是一种信用的证明 以上这些啊 无论你是去过加拿大 还是去过美国 还是有这些国家的签证 对你的信用呢 都是一个加成的 那接下来再来讲一下 可能对你的信用 签证观点中 你的资质并没有帮助的是那些啊 有一种呢 就是你哪里都没有去过 你的护照就是一个白本 这种情况之下呢 无论是因为你以前工作太忙 学习太忙了 没有赶得上去国外 还是说呢 你觉得中国的大好山河 湖光山色呢 还没有玩完之前 我不想去国外 总结成一句话 你的护照呢 是白本 或者说呢 你从来没有出境过的 签证观音可能会觉得 那你从来没有去过海外的国家 你为什么一上来 就要来加拿大呢 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其他的理由 或者其他的目的呢 在他的心中 可能就有所疑惑了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都广为流传 这么一个传说啊 护照是白本 申请加拿大签证 申请美国签证 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那可能你觉得这个白本 已经够惨了 是吧 其实这还不是最惨的 这个零分以下 还有地下室啊 还有复分的 复分是什么呢 就是你曾经有过美国的拒签记录 那作为长期分享签证信息的 这个国家 非常紧密关系的国家 美国如果拒签过你 那加拿大就可能会觉得 我们这个盟国美国 我们这个老大哥美国 曾经在审核的时候 可能发现了这位申请人 有什么样的问题 他有什么样的 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他的资质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把他给拒签了 那在我审核的时候呢 我一定要从严审核 我一定要本着 事事都打个问号 事事都有所疑问的 这么一个态度来进行审核的 那当然对你申请加拿大签证 是非常不利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更不利的是什么 就是你以前曾经被加拿大拒签过 那无论是你被拒签过学生签证 还是被拒签过旅游签证 商务签证 探亲签证 其实这都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 可能是你以前在填写签证申请表的时候 没有如实填写 也有可能的他发现你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负面的记录 或者他有所疑惑 不管怎么样呢 前一个加拿大签证官把你给拒签了 那这一位的加拿大签证官 他就有一个负担了 他如果要给你通过 他等于要推翻前一个签证官的决定 他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分的理由 要么你的情况是有重大的改变的 你比如说我以前是学生时代 学生党的时候去申请了旅游签证 被拒签了 那现在呢 我已经工作了 并且工作了好几年的 我有了自己的收入 能够自食其力 而且呢 我经过我自己的努力 996升职加薪 成为了这个经理级别 或者总监级别 或者呢 我以前是在国内的 我现在呢 已经到国外某个国家去留学了 我的情况有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才有可能改变前一个签证官的决定 或者呢 你在这一次申请签证的时候 你把你的签证申请表格 重新过了一遍 把所有的信息都如实完整详细的填写了 并且呢 你撰写了一封非常生情并茂的说明信 阐述了我这次为什么要去加拿大 去加拿大的理由是什么 有什么样的必要性 为什么非加拿大不可 这个重中之重的说明信 你一定要好好撰写 如果这封说明信你写的 比如说妙笔生花 你把所有正面的负面的理由都给写好了 你把为什么这次要去加拿大的必要性阐述清楚了 这样的话呢 签证官有可能改变主意 推翻前一个加拿大签证官拒签的决定给你通过 那当然了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 所以为什么我把这个有过加拿大的拒签记录 作为这个复分滚粗的这么一个类型当中 这个不但不给你加分 而且会给你大大的减分的 比你这个护照白本 但是以前没有被拒签过 还要差那么一点 不管怎么样呢 作为加拿大签证申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你的出境记录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也可以根据罗宾大叔 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这些情况 给自己做一个自我评估 我的出境记录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申请加拿大签证 大概有多少把握 那你可能心中就有数了 那有人听到这里可能说 那我现在是白本 我要去刷一下出境记录吗 那这个呢 就要看你去加拿大 到底是着急还是不着急了 因为现在是属于疫情关系 无论你是出境还是回国呢 都是要经历非常多的艰难险阻的 很多的国家都已经关闭了边境 有一些国家虽然开放边境 你可以去短期旅游 比如说像新加坡 比如说像泰国 但是呢 除了申请签证以外呢 你还要申请其他一大堆的东西 包括做核酸证明 包括下载一个什么APP 包括落地以后再做一个核酸证明 还有一个隔离的要求 这些乱七八糟的都有 还要买一些什么保险之类的 防止你感染新冠疫情以后 对当地医疗系统造成负担 你出境以后 你想要回到中国呢 你又发现又有问题了 又要去做核酸证明 还要做一个什么双检测 交叉检测 然后去当地的中国大使馆 去申请一个绿码 然后才能回国 回国以后呢 还要做一个14天 或者14加7的一个隔离的 然后才能回到中国自由活动的 那这个刷出境记录的代价 对你来说是不是可以承受 是不是这个代价太大了 那如果你不着急 你当然可以等到疫情平复以后 再去从容地刷这些出境记录 那如果你可能近期 比如说我半年一年之内 我就想要去加拿大的话 那我建议你就轻装上阵 不要考虑什么刷出境记录的问题 把这个放到一边 我尽量在其他方面 尽量改善我的情况 尽量在说明性方面 尽量在签证表格的填写 在这些方面做到尽善尽美 能够让签证官忽略我的出境记录 不尽如人意 这样也是一种方式 总的来说 在加拿大签证申请当中 签证官不单是看你一方面的因素的 他会在各个维度上面 都来仔细地衡量 来判定是否要给你这个签证 他在拒签你的时候 也会写一个记录的 我为什么要拒签这位申请人 包括这位申请人 在中国的约束力 比如说你在中国是不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你的收入是不是足够的高 你在中国是不是有自己的房产 然后你的资产情况到底怎么样 你在国内的这个家庭关系如何 父母是不是在国内的 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否紧密 或者你有其他的亲戚 是不是在国内的 总而言之呢 在中国的约束力 然后呢还有其他的 就比如说你到了加拿大以后 会不会滞留不归 这些呢他都会去一一考核到 那当然还有你的出境记录 也是一大部分啊 这些都考核完以后 他会给一个综合的评价 判定是给你过 还是不给你过 总而言之呢 加拿大签证不是那么容易拿的 它和美国签证一样 基本上是我们中国申请人 申请的两座大山 你只要克服了其中一座 你只要征服了其中一座大山的 另一座大山相对来说就更加容易的 那如果你手头有了美国签证 或者曾经去过美国 或者曾经去过欧美发达国家 你现在申请加拿大签证的时机呢 我可以说是比较成熟的 你可以自己去申请 也可以来找罗宾纳书 来给你做一个代办啊 因为罗宾纳书毕竟在这方面的经验 还是比较丰富的 那如果你对于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或者移民比较有兴趣的 也欢迎添加罗宾纳书的微信啊 付费咨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